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就想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BioArch Linux这个仓库 应该怎么去使用它 首先BioArch Linux 它是一个 生物心理学软件的一个仓库 它是用于Arch Linux 还有基于Arch Linux 的其他Linux发行版 然后我们首先第一步要做的 就是打开你的终端 之后 Suite或者说你一定要有权限 VAM或者是Nano 只要你可以把这个文件更改掉 就OK 然后 etcpacman.com 这个文件 OK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大概是在 Core、Extra、Community 你可以把它加在任何位置 加在它下面都可以 然后你只要 加一个仓库怎么加呢 首先在VAM下面 你要点个I去插入模式 然后你要 你要写一个 是方框 然后写上BioArch Linux 之后 就要写它的 Serve 等于 这时候你就可以 就是说 当然你也可以用Include 因为Include的话 它可以包含一个就是MaryList 但是像这样可以包含一个MaryList 但这时候我们可以直接 只要写 我们可以写任何一个镜像 比如说我可以写南京大学的镜像 或什么 我们在后期都会有列出来 在屏幕上会列出来 比如说我这里是官方网站的镜像 然后一个 然后 美元符号 然后Arch 然后保存 嗯 保存 好了 之后我们这时候怎么用呢 我们就可以先更新一下仓库 呃 先SY SY之后 呃 OK SY之后了 OK了 然后我们一般怎么使用呢 就是先 安装一下它的那个GPG 啊 的Karen OK 安装它 好了 这时候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我们怎么搜索呢 PACMAN 大S小S 比如说我们搜索Mr.Bass OK 这里 都都有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去使用它 这样就 好了 呃 如果你要想要安装的话 就PACMAN S 然后Mr.Bass 这样就OK了 好 就是很简单 因为这是一个 呃 为什么要使用这个仓库呢 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它可以提供给大家一个非常新的软件 非常新版本的 你不必再去到官网上面下去去下载 RCC去编译 这样很麻烦 你可以直接用仓库里边编译好的软件 这样很方便 这是非常快速的在Links下面安装生物信息软件的一个方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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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这什么 这是真心的 这个文化了 简笨 我记得